听到灵妍默默吃掉卖卖的剩饭才知道 外甥四就这句话放在熊猫身上 同样是适用 灵妍的舅舅就是大名鼎鼎的金虎 那可是大连的兜底男熊 主打勤俭持家不浪费 这天妙婴的奶妈提着一大袋竹笋过来 只见奶妈刷刷的全放进金虎的龙舍 金虎也不挑剔外甥你的口水 拿起来就吃 另一个奶妈则在边上说 妙婴吃剩的 怎么又被俺们吃了 可见金虎没少吃妙婴吃剩的竹笋 有次妙婴在隔壁吃苹果 苹果里面是加了药丸的 而金虎就坐在那里捡漏 因为他真的不挑 把自己的苹果吃完了 就等着妙婴吃剩的 有次不知道谁的竹子掉外面 金虎伸手就去捡 一点都不浪费 别说金虎会捡漏 连他的奶妈也捡漏 看到飞云不吃的竹笋 他立马说给俺们金虎吃 金虎吃过的竹笋好吃吗 金虎一边吃着飞云的口水 一边嗡嗡点头 活腹的剩饭食者 不过喊多了 老师自己也要挑食 后面扛不住 又偷偷把笋屁屁全吃了 林妍这边也是如此 动物园为他们各自 准备了十斤的竹笋 麦麦只吃笋尖尖 把剩下的五斤笋屁屁给林妍吃 所以林妍一只熊丹掉了十五斤笋 硬是凭实力把车坐子里 吃成了圆脸熊